台北市立动物园14岁的高龄小猫熊亚亚 近日出现了左后只瘫软到全身无法站立的状况 经过检查发现它的双侧大脑还有左侧脑干 呈现了多处水肿病变 虽然是有用药物治疗 但最终还是在昨天不幸离世 这是继15岁高龄小猫熊梅可 在今年5月离世之后又一只离开的小猫熊 周末假日不少人选择到动物园走走 继15岁老龄小猫熊梅可 在今年5月1号离世后 现在又有难过的消息 小猫熊亚亚于7月12号这天 在兽医师及保育员的陪伴下 喊大家说再见 我会觉得有点 可惜没看到他 对没有看到他 昨晚听到感觉挺难过的 肯定是希望有更多小猫熊过来台湾 可以多交流交流 台北市立动物园表示 14岁小猫熊亚亚在例行健康检查中 发现有心脏及关节问题 7月3号傍晚开始陆续出现 精神变差 突发性昏厥等状况 6号麻醉进行断层检查后 先透过药物治疗稳定病情 但10号下午逐渐恶化 从左后肢瘫软到全身无法站立 到12号MRI检查 发现压压双侧大脑 左侧脑干呈现多处水肿病变 造成严重脑组织肿胀 脑干病变延伸至颈部脊髓 病况严重不幸离世 在最后一天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没有办法站起来了 右边的部分跟左边的大脑 都有水肿跟发炎的现象 那另外他的整个病灶 也是蔓延到脑部 回顾小猫熊亚亚 2014年和梅可 欢欢从中国大陆福州的 海峡大猫熊中心 透过双方合作抵台 进行繁殖计划 先后产下奇奇 妙妙亚亚米三只可爱小猫熊 虽然亚亚离世 但她带来的美好回忆 也将留在粉丝心中 解决之夜灵凡台北报道